3月2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副使医院运用5G加A2三维数字化远程会诊系统 与云南省传染病医院就一例新光肺炎病例进行连线 这是云南省首次运用该技术对新光肺炎病例进行远程会诊分析 记者在现场看到,昆仪大福医院和云南省传染病医院的专家戴上AR眼镜 一个患者肺部的三维重建模型就出现在眼前 通过手中的遥控器进行旋转、放大、缩小等操作 可以看到奇观的病造和细微结构 结合AR、5G互联网、三维重建 3D打印,有机地融合起来 使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 能够看到它的大体的病变和细微的结构 使患者能够得到精准的诊断和治疗 该系统通过5G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三维数据的跨区域高速传输 运用AR技术直光显示病造特征 利用三维数字化加3D打印技术重建精细的奇观模型 专家可以通过系统及时指导一线临床治疗 实现病例的实施共享 使沟通交流更加高效 我们还可以通过3D打印 把这个模型完整地打出来 如果是在基层 它的病造在什么地方 要做手术的 手术的入路在什么地方 怎么做 就可以指导下肌生 精准地开展手术 可以减少手术的风险 减少术后的并发症 提高患者的质疑力 据悉 这套5G加AR三维数字化远程会诊系统 由昆一大副医院 联合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共同打造 当天的会诊 是云南首例数字三维远程会诊 开创了医院数字医疗 智慧医疗及科研教学的新模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